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余生彻当光芒上架,湖南卫视紧急避险动作迅速。 这个暑期,可谓是好不热闹,娱乐圈的变化之大, 艺人接二连三的被整顿,粉丝不友好,艺人微博被要求禁言, 即将播出的电视剧也是迟迟播放不了,播放时间更是遥遥无期。 各位明星现在真的是谨言慎行,生怕成为整治的对象。 湖南台近期就把余生请多指教这部剧撤掉, 换上了光芒这部剧,这个举动也让各位粉丝非常的不满。 毕竟余生这部剧原本定于9月8日由湖南卫视播出, 可是在开播的前几天,官方发出声明, 说余生暂停播放,播放的时间另行通知, 这样的举动,让各位粉丝内心无比难受。 余生这部剧主要讲述的是, 林之校作为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在将要踏入工作的时候, 得到父亲病重的消息, 林之校不得不放弃工作, 来照顾父亲, 在医院照顾父亲期间, 认识了父亲的主治医生故卫, 并逐渐产生感情的故事。 整个剧情感觉是以医院为背景, 女主对未来的憧憬被破灭, 人生跌入谷底的时候遇到了这辈子的良人, 其实, 人生经常会面临这样那样的抉择, 当我们放弃一样东西的时候, 也许就会为我们开一扇窗, 这样的发展也是很安慰人的。 这部剧的情节虽然俗套, 但是, 还是让人有想去看的冲动, 毕竟杨子和肖战都是作为娱乐圈, 炙手可热的明星, 粉丝也是相当的强大, 但是, 这样突然的撤当, 肯定跟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关联, 肖战更是亲自发微博来安慰粉丝。 肖战这样的举动可以说还是很暖心了, 毕竟,他算是一个被粉丝坑惨了的艺人, 肖战的粉丝经常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去辱骂导演、制片人之类的, 以至于,之前肖战被封杀, 但是,又不得不地怀疑, 为什么这些人要平白无故地去辱骂别人呢? 会不会是那些有想法的艺人, 故意请人来做这样的行为? 好抹黑肖战的, 这也是一种猜测, 并没有得到证实。 杨子作为一个出道很早的女艺人, 有颜值又有演技, 但是, 她最近的运气是相当的差劲了, 跟吴亦凡搭档的青簪行是播出无望, 现在的余生也是被撤掉。 真的让人感到惋惜。 杨子算是很努力的了, 减肥、锻炼、拍戏, 她都很刻苦。 所以, 努力重要, 运气也是同样很重要, 在娱乐圈更是严刑都要注意, 不过, 我还是相信, 杨子的剧一定会很快回归到大众面前的。 余生作为一部现代爱情剧跟光芒, 作为一部上的世纪的商业剧是不一样的类型, 在这样一个风口浪尖上余生这部剧里出现跟医疗相关的问题, 肯定在过审方面会更谨慎。 平台既然决定把余生这种可能拥有高收视率的电视换掉, 肯定是已经思考了良久, 从经济利益和片子剧情播出方面来讲, 目前, 危险系数肯定要高于光芒, 虽然这样的举动让人不满, 但是, 我们却已经改变不了事实。 虽然余生目前暂时被搁置了, 但是, 我对他的期待也之增不减, 我相信这部剧一定有重新播出的时候, 肖战和杨子也能顺利度过不平静的时期。 肖战杨子高能热吻罩终于曝光了。 杨子垫脚肖战搂腰, 路人笑开花。 在最近这几天, 因为新电影即将上映的缘故, 肖战的名字一直挂在热搜的前排。 能达到这个效果一方面和片方的安排有关, 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肖战目前在国内的影响确实太大了, 现在哪怕只是他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动作, 都会引起粉丝们非常过激的反应。 第一件事, 学生时代的女粉丝向他表白。 这位粉丝和其他粉丝不同的是他在肖战还是素人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他的, 因为他在学校里的时候对他有过一次帮助而对他一见钟情, 但是他也并没有干涉他的生活, 而是在他成名之后默默地成为了他的一个忠实粉丝, 这样的情意听起来真的非常美好呢? 第二件事, 端婉艺术家称号的获得。 单纯从这个名字看普通网友们可能会觉得这是因为他在就餐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 画面一定非常搞笑, 然而真相与之相距甚远。 这个名字是一个网友给他取的, 起因居然是因为他在一场发布会上对同场出席的两个女明星做到了完全公平, 甚至连站位的距离和说的话都一样多, 对此, 肖战本人表示还挺好玩的。 第三件事, 和剧组的女演员距离略微有点过于亲密。 关注这件事的人肯定都看过那两段视频了, 在视频中很明显能看到他和对方之间发生的肢体动作, 但因为两人的眼神和态度都比较谨慎, 所以吃瓜群众也只是在猜测而已。 大家得到的一致结果是两人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女友粉们看到这里一定能放心了吧。 最后一件, 就是他和杨子的高能热吻照终于曝光了。 当时这部剧官宣的时候, 两人的粉丝们都非常激动, 大家都存在顾虑和担心, 比如两人的形象是否搭配等等, 很多人都在从剧照中寻找相关的蛛丝马迹, 终于, 这次被拍到的几张模糊的照片没有令大家失望。 从照片中能看到他们在新戏里上演的最萌身高差, 杨子踮起脚尖吻肖战, 而肖战搂着他的腰, 画面太美, 就连路人都笑开了花。 因为上几部剧刚刚结束的问题, 还有很多粉丝都担心肖战的身体状况, 希望他照顾好自己, 作为回报, 他在一场活动中就发表了自己对于感情生活的看法。 当主持人问到他在老家会不会被催婚时, 他明确表示自己知道现在谈恋爱就相当于失业, 粉丝们满意他的这种回答吗? 最近遇古沉香磕疯了, 杨子肖战真的不打算再合作一部古装剧吗? 余生请多只叫算是今年播的比较好的现代剧了, 虽然是甜宠剧但是有涉及到亲情, 事业, 梦想, 故为和林之校互相治愈的爱情。 余生夫妇真的很甜呀。 以至于剧播完了观众还面面不忘, 想着要两人再合作。 只不过杨子最近在拍《长相思》, 肖战梦中的那片海也刚刚杀青, 近期应该是没有机会合作了。 不过粉丝们已经为两人准备好大饼了。 玉谷沉香, 融合了两人新剧的名字, 还挺有意境的。 两个人是师父和徒弟的关系, 清冷寡情的师尊和活泼可爱的徒弟, 因为情之一字, 师尊坠落神坛, 因为小徒弟而心绪大乱。 却因为师徒恋不为世人所容, 因此两人历经痛苦, 虐恋开始, 纠缠个几生几世, 先虐女后虐男, 男主追七火葬场。 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 想想这个设定也是很带感的, 两人互虐一定很好看, 而且杨子肖战都很适合古装, 真的不考虑再合作一步吗?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